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都是调味的嘛 什么效果特别好呢 得到病的效果 你说他们俩是一样的 对 甚至更糟糕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沈阳的时候 因为吃全是喂树的味道 我后来再去吃的时候 我就跟那个师傅说 你不要放喂树啊 他说不要放喂树啊 那要怎么吃啊 我说菜啥时候啊 我说我吃又不是你吃 他没有办法做菜 他说他没有喂树 他不会做 连五星期的饭店 你跟他怎么交代 说不要放喂树 他还是要给你放些喂树 他说没有喂树 我不会做菜 林博士 你是正经八百商饭店吃 有的做盒饭的 不知道大家看见过没有后厨 那是什么样 挣大一缸子 然后做一锅菜 紧接着抓一把 哗巴里撒 每一个食物都有它的原味 我举例 芹菜是本身就咸的 西红柿是不是咸又酸 对吧 主要感觉还是酸 就是它有食物的原味存在 那么好 我们来看 胃经的问题出在哪里 胃经的问题 在美国 他们发现有一种病 就是这种病呢 是吃去中国餐馆 吃完饭才有的 一吃完饭以后 头昏脑脏 人感觉昏昏沉沉的 那也有可能是 注意力最昏沉 你不会说 就是因为中国菜里面 有喂树 所以外国人吃了之后 他就有点头昏脑脏 所以叫做 中国餐饭 郑厚群 这个病的名字 就叫中国餐馆 这种群 因为他发现 中国餐馆里放了 大量的喂树 而吃完以后 让人很疲倦 掉头发 还有更糟糕的是 如果孕妇吃了胃经 生出来的小孩 各位你知道 现在的胃经 基本上都是化学合成的 那么孕妇吃了这些 化学合成的胃经之后 小孩子生出来 他的四神经 会严重地受损 也会昏沉 他不是昏沉而已 比昏沉更严重 他四神经整个受损 对 说得好恐怖 其实我们是这么感觉 外国人吃我们中国的菜 感觉有得到中国餐馆 正后群 其实外国人吃的 也不完全对 咱也别老完全相信他 他吃热东西 吃热汉 回头喝料可乐 结果 我告诉你一样 就是说他们吃的 他们吃的中国餐馆以后 他们有这种反应 但是他们吃的 都不表示他吃的对 我刚讲的不是说 他们吃的对 我们不可以因为 他们吃的不对 他们讲出来对的话 我们就否定他们 这个是不对的态度 那么我们一定要 很清楚了解 就是说 他们吃完以后 有这个反应 但是我们如果 照他们的吃法 也会更糟糕 他们吃的汉堡 吃的薯条 牛排 这些吃完之后 让他整个身体 全部都变形了 所以美国的特产 叫做胖子 因为美国人 两个有一个胖 甚至三个有两个是过重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林博士刚才跟我们讲了 说这个盐以后要少吃 胃素以后就不吃 但是这个盐少吃吧 做饭吧 有这么一个规律 这个其实我吃 你看我胖了 就是馋 好吃啊 那个如果要是说盐 你不能放了 不不不能做 不是不能放啊 我知道少放嘛 少放吗 不能那么多放了 但是呢 有一个招 是什么招呢 就是做菜可以调和 多放点糖 放点糖 它就咸了 这样好吗 它甜死了 尤其孩子吃的越多甜口 越会得子宫积累 2007年1月1日 综合频道 每晚19点32分 全国首播 新北方 健康一身轻 新闻 互动 娱乐 服务 大家好 你好 智利民生 关爱生命 新北方后不调台 健康一身轻 让您跑步 上北京 健康一身轻 感谢观看